其實這兩年企業是最高的數目, 代表需求很大,但今天仍然要抗疫, 所以我們入日入香港人數的確有限, 但當我們可以放寬之後, 我肯定這個數據可以回復190年前, 成年因為頭半年數目不多,所以追不回, 但我覺得由現在開始, 因為檢疫的需求被放寬了,由7天變成3萬元, 你們有沒有數據說立即走的數字? 不會立即彈,因為人們都要時間放寬了, 他們要準備買機票,訂酒店, 因為都訂不到,因為酒店房都是很緊張的, 所以都是要時間的, 但我們看到現在正在升,升得很快。 如果7天變3日旅行的數據, 你預計一段時間可以升多少? 升一倍,因為你主要的數量就是, 你7天變3日,就是差不多一半, 即是檢疫數據一半, 變成我們可以檢疫酒店的房間, 可以招呼多一倍的旅客。 旅行法局,我們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計劃, 吸引外國朋友來香港, 研究會告訴我們,大部分都是短途旅客的, 東南亞,飛可能一兩個小時, 或者是內地旅客可以坐火車來的, 最容易吸引到他們的, 長途客是要時間, 因為航班的數量和他們比較遠的旅行, 仍然都有些保留的, 但近距離的,我們很有信心, 很快會來香港的, 所以我們有些男子計劃, 針對不同國家, 哪個國家可以開放給他們的話,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推廣活動, 吸引他們來香港再玩, 我們不斷在我們的網站, 或者不同的KOL, 在推廣香港, 所以很多外國朋友, 在香港發生甚麼事, 有甚麼旅遊新的一些設施, 他們很認識的, 航空公司他們都已經受了疫情影響了一段時間, 他們也要找人去做事, 加上我知最近燃油價格是升了, 所以對機票是有影響的, 但我們希望當航班多了, 機位多的時候, 應該供應和需求平衡多些的話, 應該機票價格會慢慢下降。